我大概說明幾點 第一點我們覺得 除了林志堅以外 蔡英文主席 跟鄭文燦市長 必須對我們 導演所有的市民 甚至我們全國的民眾道歉 今天他們的說法是說 林志堅退選 讓我們選舉回到正軌 什麼叫做正軌 這次這個選舉 候選人該有的成績 已經被破壞了 學術教育的體制 跟誠信的價值也被破壞 這樣子還有什麼正軌 我覺得民進黨的說法 只是替自己想要從論文事件脫身 一廂情願 所以蔡英文主席 跟鄭文燦市長 你們必須要出來道歉 第二點 我們國安局局長 陳明通一路 在袒護他的學生 民志堅 放著國安局局長的事情 沒有好好的在做 我們覺得他有失職守 必須辭職下台 第三 下面要接手 林志堅來選 桃園市長的鄭運鵬委員 他也是一路在 袒護林志堅 幫林志堅開記者會 甚至在記者會上面 替他講話的時間 比林志堅還更久 我們覺得他 不適任桃園市長的候選人 桃園的市民 已經不能再接受另外一個 沒有誠信的候選人 一次我們對民進黨裡面的朋友 高嘉瑜 王世堅跟鄭寶欽 他們能夠在黨內 不畏懼黨內的壓力 不畏懼我們 我們這個蔡英文主席的威權 能夠仗義直言 我們對他們非常的敬佩 再下來關於我自己 我們還會持續 一步一腳印往前走 繼續的去想說 什麼樣的政策是對於我們桃園市民 最受用的往前走 一直走到我們勝選為止 謝謝 我覺得民調高高低低一直都在變化 重點是誠信 誠信沒有了 民調差多少趴都沒有用 誠信破產的時候 就應該退選 謝謝 張先生您對林志堅本人 你有什麼要注意 他是不是也要道歉 還是你有什麼看法 我剛剛一開始講過 除了林志堅要道歉以外 蔡英文主席跟鄭文燦市長 也一樣要道歉